哈嘍 大家好 一拳超人正義執行角色更新的速度 實在是有點快啊 才一下子又跑出下一隻了 你要嚇死誰啊 不是才剛介紹完僵尸俠嗎 OK 那麼來看一下喔 這邊還有一個蚊子 蚊子其實還沒有介紹 這個僵尸俠上一期介紹了 今天第三期 閃光佛拉修 SSR 單體傷害 蓄力攻擊 閃光走蓄力啊 很特別 是不是 今天可以完整看他的技能啦 三世的僵尸俠呢 只能看一半 絕技發不出來 OK 先來看一下喔 閃光佛拉修 普通攻擊 走的是一個攻擊力的傷害 這邊 可以堆四層的蓄力 比一拳超人最強之難 兩層三層還要狂 還有一個計算方式 霹哩啪啪啪啪啪啪啪 通常這種都是 不想算了 看到有蓄力就OK了 那馬上來看一下技能囉 閃光斬是吧 OK OK 知道了 你可以打 BURF額外的 最多的敵人 先來看一下 我轉 我轉 欸 怎麼頭變小啦 原來星猴溫率是長這樣子 閃光佛拉修頭太小啦 你跟清伏克頭的B 閃光佛拉修還打 原來是這樣子 我知道了 OK 這邊 給他加一個怒氣 先看一下 必殺技能 S技能 閃光佛拉修 唉呦 可以啊 擬真版的佛拉修 果然啊 這是一個被動畫 耽誤的遊戲公司 不得不說 動畫做的真的很棒 那遊戲的話 遊戲的話也可以啊 星猴溫率很特別嘛 至少以前沒看過 欸 你剛剛說什麼 FIRE嗎 閃光佛拉修 另外一個技能 唉呦 這個比剛剛那個還要帥 就說了吧 上次為什麼我不抽黑框 總是有原因的嘛 我又不是笨蛋 那是因為那天硬緊嘛 然後殭屍俠 隔了兩天再看 你還是一樣好笑 必殺技右下角不夠氣 放不出來 這個蘑菇頭只能幫他補血 所以他S技能開不出來有沒有 還有一段一直沒有看到 然後我到競技場 找不到有人帶殭屍俠 都太笨了 應該我來抽是不是 但是我覺得這個殭屍俠 好啦 我先把青眼給他提升上去 來覺醒一下 這覺醒給他按完 OK 覺醒一接 這是我們當前擁有的角色 是沒幾隻啦 有空的把他拿下來 好嘍 那今天一拳超人 正義執行第三集的節目 就告一段落 不過晚一點還會碰面的 祝福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大家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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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